現在來介紹這次我自己設計的套件 以往這個機身都要先把它黏起來 然後黏起來這台有兩米長 所以你要放上車一定要把平尾跟垂尾給拆掉 然後因為平尾跟垂尾要裝的話 一共有八顆螺絲 而且還有三個伺服器的線要接 所以很麻煩 那現在我做了這個結合套件 然後加上這個我自己改的頭 讓它前後接起來會比較方便 然後現在就來示範 我們怎麼把它裝起來 好,這個接頭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個再躲上去 然後我們現在是鬆的嘛 然後手伸進去把這個往裡面一拉 它是緊的 然後這個螺絲 鎖起來 其實鎖兩顆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結構算是很穩固 但是我為了要更牢靠 我設計了四顆螺絲 你看其實我兩顆鎖上去 這就很緊了 結構就很緊了 然後保險起見我會把四顆螺絲都鎖上 然後這樣就安裝完成了 有些人問說 我這個737這個零件 是用3D列印的 那3D列印不是有些會很脆弱嗎 那其實啊 3D列印並不是很多都是脆弱的 那要看你是怎麼樣設計 然後怎麼樣設定 因為我本身是學結構力學的 所以呢 這個力學方面我也有一些研究啦 然後再加上我本身就愛研究東西 就像有些人同樣一副牌 可以輸很多錢 但是也能贏很多錢 這就是這個道理 像3D列印裡面啊 有很多很多東西要設定 然後有些人他就是 東西拿了 圖檔拿了就直接贏 然後也不會去研究這裡面 每一項的功能是 負責什麼 會有什麼幫助 或是能改變什麼 然後我是對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關於這個印的設定方向 列印的設定方向 有些人預設值就直接下去印 那當然 那個軟體他會用最省 最省材料的方法幫你去印 但是呢 最省材料的方法不一定會很堅固 那像我這個橫花材料 這個橫著印 你看他必須要印出很多支撐 他必須印出很多支撐 他才有辦法把這個東西成型 然後省材料的方法他就站著印 但是等一下我往來印 測試一下這個東西 設定的方向跟他的強度 到底差多少 好 這個是我737的這個結構件 縮小二分之一印出來的 等一下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我先把這個支撐材先移除 好 這個是我這個737的零件的縮小板 然後同樣的材料 同樣的圖檔 然後但是我的設定方式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他的結構強度 有沒有不一樣 好 那我們737這個零件是前後結合的 所以他很考驗 結合後這裡的力度 這個力度還有拉扯度 然後像這個我是設定 讓他這樣子印上去的 那我們試試看 你看喔 這個東西我這樣直接印上去的話 我其實輕輕一斑 他就斷掉了 好 那我如果用不同的方法去印 你看像這個 我怎麼斑 就是斑不斷 現在我拿鐵錘來敲 還是一樣敲不斷 就是塑膠該有的強度 他就會有這個強度 並不會說因為他是3D類印 他就很容易斑斷 這就是設定錯誤的方法 所以我們拿到同樣的材料 同樣的塗檔 我們不能傻傻的直接送下去印 我們必須要活用 把那些所有的資訊 都融會貫通 活用 然後做出自己的設定 這樣印出來的東西 才是最強的 再試試看 怎麼樣就是敲不斷 反正就是塑膠該有的強度 他就會有 OK OK 一完啊 要把這台737的翅膀裝上去 他必須要 你看喔 這是沒有辦法直接裝上去的 因為輪子會卡到 你看他輪子會卡到 所以他特別提醒你說 安裝過程中 要先把這個線先插上去 然後先上電 遙控器先把起落膠先放下來 先這樣插著 起落膠先放下來 然後起落膠放下來之後 才能插下去 那假如說我們平常 收進車子裡面 不可能是起落膠放下來的狀態 所以現在我就做了一個轉接頭 轉接頭在這裡 好 那我就可以直接從這裡插上去 然後用這個 用伺服機的測試器 直接 從這裡 先把輪子 放下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裝上去了 這樣就不用 這樣就不用先把 先插電池啊 開遙控器再放下來 這樣就很方便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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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